CANSON 最危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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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CANSON 之前我介紹了五個 在LEASE 最危險地區 若是你想在這裡折業或買樓 希望你們盡量避免 就算是想買的地區 也做多點研究 看看你們的街道是否有同樣的問題 今集我想說一下 五個最適宜居住的地方 這五個地方 選擇都是近LEASE 所以是交通方便 環境亦是比較優美的 好,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第五位,ORWOODLY ORWOODLY 位於HALO 和LEASE 中間 他們那裡也有很多restaurant 還有很多independent的咖啡店 如果你下午沒工作,就可以去chill一下 還有附近有一間很出名的private school 也有一個golf court 如果你無聊又喜歡打Golf 那裡是一樓的 聽到這些配套就覺得很美好 而且這些配套是come in price的 它的平均樓價是367千 也有街道叫manor house lane 那裡的average house price是1.6 million 如果你有錢的話,住在這裡,一樓 第四位,meme wood meme wood,如果你由lease city center 向北走或去機場 很多時候都會經過這個地方 去一個十分交通方便的地方 還有去一個park叫meme wood park 也有一間餐廳叫myrtle taverns 在trip advisor 是最多人recommend要試的餐廳 所以如果你來到lease,真的要去看看 這裡的樓價亦比其餘的四個地方便宜 但罪案率亦相對較高 第三位,mortown 如果你打算來lease落腳 應該都聽過mortown這個地方 尤其是有子女那些 因為這裡包圍著校網 這裡附近有很多學校可以讓你選擇 所以如果你是有子女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落腳點 這裡也算是中產 附近有一個mark and spencer的food hall 你可以去那裡買到一些好一點的食材 第二位,wanhee wanhee這裡最有名的就是wanhee派 他跟我剛才介紹的part是不同的 他這裡會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event 是 throughout365天的 也有時會有outdoor concert 不要以為這麼小的part 來的唱歌一定很local 陳幾何時都有很多大明星在這裡唱過 例如Michael Jackson也在這裡唱過兩次 麥當勒也來過 Youtube也在這裡表演過 而近期來說 Adsherence也在這裡舉行過兩天的concert 你也別說這個part不厲害 還有會有fun fair 有機動遊戲玩的 所以如果你來到英國很怕悶 這裡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還有每年的bonfire lights 它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火和放煙花 如果你是外面來的 你就要找一位泊車 是很難找一位泊車 但如果你是住wanhee的 你只能走到那個part 那你就可以煩少這個煩惱了 如果你真的打算選擇wanheepart 做你的落腳點 我會選擇遠離那個part 可能10至15分鐘的路程 因為你這裡會有很多不同的event 有很多不同的人流在這裡出入 那你住回有一對相對的距離是比較安全的 第一位Horsford Horsford在Lis來講 已經很多年是最好住的地方 它不單止那裡的罪案率是低 那個也有一個很strong的community 還有附近是自成一角的 你是完全可以不用出Lis 它那個也有文物景點叫做Crestal Arby 還有也有一個part 叫做Horsford Hall Park 以上提及這五個地方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大家都在Lis的北面 還有這五個地方 樓價都是比其他地方貴的 但如果你是香港過來的 是有能力的 這五個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算這些地區不錯也好 都盡量避免在店舖 酒吧 還有一些part附近 越方便的地方 就是越多罪案的地方 最好有10至15分鐘的路程 那就最好了 Lis的北面 主要是住宅為主 如果你是想找一些有warehouse 有別的工 給你選擇的 就要去Lis的另一邊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like、subscribe、and share 在下面留言 如果我有能力的話 我會盡量答覆你 下一條片應該會拍些便宜的地方 我知道不是每個人可以 付出四、五百萬一層樓 好啦,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